大家好,这是报道全世界 今天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台湾的历史 我们过期在讨历史的时候 我实在没有讨历什么台湾的历史 我也是 你也是这样吗 但是你是谁呢 你现在是专家 这是中央研究院的台湾史研究所的 这个詹树娟老师 我知道 给我们听众 观众嗨一下 各位朋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所以老师你讨历史的时候 也没有讨历台湾历史 你是要基本教育完成的时候 自己去深造的时候 才变成台湾史研究员的 是 因为我在教育过程中 包括我在讨历史 我去讨历史的时候 我都没收过台湾史 我以前想说要选台湾史做研究的时候 我的老师又说 听到辣的人才会去选台湾史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史 大家看不见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史 学院里面比较少 像你如果偶尔历史 架竹也用不丢的 那种感觉 那种口笨都没有 没有 对啊 对啊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在丢重历的 所以我们现在先 你看我手边这个 哇 可以做金袍 这本很重 他们嫁给我的时候 我心想说 哎呀 我一个星期要讨这本 实在很不简单 这只是 克刚中的台湾史 这是台湾商务印书出版的 这个其实是现在 应该是高中生的历史教材 就是台湾史的教材 最后的一个 这算是参考书嘛 对不对 因为现在的克刚授课的方式 就是好像有主题 老师要去找资料来课 是这样 是是 那边这本就是要帮助老师 老师很需要帮助 对 我不知道怎么课 所以我们就来 请詹老师带着我们 看看这个 克刚中的台湾史 那这本书其实大家有兴趣 我觉得其实 虽然里面是很专业的论文 可是你耐心的去看 如果高中学生可以读得懂 我们没有理由读不懂 这个是要负起责任 要了解我们的历史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专家的论文 对不 当初是怎么有这个出版的价位 为什么想要做一本这样的主 都是专家在下来呢 其实我只是这本主里面的作者 那里面其实书里面的论文 那里面其实书的论文很多 现在台湾史很重要的研究者 都在这里面 那主编其实是 东华大学历史学的陈宏图老师 是 陈宏图老师也是主编 对 陈宏图老师 因为他有参与 这个108课纲 这个制定的过程 所以已经了解现状 就是教学现场老师的需求 是什么 是 所以 跟出版社 我想他们在这个 到底要出什么 什么样的主 可以让老师 面对这个108课纲 施行 现在这么重大的事情 他们有这么的构想 还去设计这个主题 来帮老师去出这种主 你不要看他这么高 其实里面书的论文 都经过那个出版社 都好好处理过 那下的老师的文笔都很好 是啊 文笔很好 所以其实他们是很难谈 其实是很易读的 所以这是老师可能 发表在专业的 好像学术期刊的论文 有处理过 好像有烹调过 要让学生吃的论文章 先让老师吃 老师吃了 其实比较消化 比较学生 要旁财出来 是老师 所以我想来看一下 老师你在基本主书里 你是写这个 原住民这个部分的概念 老师下来这是 平埔族的身份认定与变迁 这个我们可以等一下来 深入了解一下 老师你是怎么开始 你刚才说到 你开始研究台湾的历史 那是怎么 这买了又聚焦在原住民的历史 和族群史这个母 你这个刑事是怎么开始的 我刚才已经说过 我在在设处的时候 没有设计台湾书 所以我可以说是 中国书分联出来的学生 所以我在台湾比较的时候 在在现在的金山 新北市金山区 那有一个金山国小 我在那边做了一年的代课老师 诈历史 诈小学生 小学生历史 不是历史 我那时候是代课老师 所以现在都要诈 我一个月要像 二十几个户 国语 算数 猪算 唱油 还有还有什么唱油 都要加 在那时 我住在那时 我每个星期 都想说 快走 要走回台北 台北家比较处味 朋友 比较劳烈 我对金山 有什么叫金山 我那大一条 过得怎么叫做金包梨 我一点点改了 诶对啊 金包梨这三个 是什么意思 诶对 那其实是 古早 我历史上一个原住民的乡 叫做金包梨乡 这金包梨乡 久了 就比在地的地名 就变成了一个骨子名 那就是古骨 你如果不要去那里吃 什么鸭肉 金山的旧鸡 鸭肉就有名 那一条骨子就叫金包梨骨 其实我那时候住在那时 我都完全不知道 那一条骨叫金包梨骨 有什么意思 我母校是在那里抗菜 那抗菜 抗菜那是叶种会 叶种会你知道吗 大家知道 对 大家都知道 对 大家都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抗菜到抗菜上面 有什么 injuries 要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那時候我都不想想去台灣書 等到我去投研究所 我開始對台灣書有接觸 開始說要來找我自己的論文 剛開始的趣味是想說要做新疆 的威武的族的歷史 但是因為那個時代 又是在戒嚴的時期 所以我們不可能說 走到中國去做什麼調查 資料也看不到 所以在這種情形 我就想說不來做台灣 做台灣怎麼還去做關注民宿 因為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大學四年又三年 都在部落裡面 我是所謂那個時代 叫做3D服務隊 我知道我知道 我大學也有 對 那時候真的學校都有這種 因為救國團還是國家 希望學生可以做一些有益社會的事情 他們允許學生進入特別行政區的山地去做服務工作 所以我有三年都在部落裡面 接觸一些台灣的原住民 所以這個接觸的經驗讓我很有趣 你是好像說最開創的 要研究這個事情 在我那個時代說 因為那個時代的人 叫台灣的原住民都叫煩惱 所以那個時代在做歷史的時候 沒去把研究重心放在原住民的心中 都會看你說 漢人是怎樣開山浮帆 不就是怎樣 碧鹿 藍鋁 宜起 山林 你的意思是說 主體脈絡 完全是在漢人 過去的歷史 主體都放在漢人身上 是 因為我是有教官主任 接受的經驗 所以我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們要跟過去不一樣 要怎麼不一樣 就把主體說刷一下 我就把他刷到原住民心上 歷史上可以處理的原住民 就是我們現在在看的白寶 白寶做 為什麼說歷史上可以處理的 只有這種 因為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要處理清條 清條的時候 我們的歷史文現 大部分都是 在台灣生半部的平地 因為我們的清條的時候 台灣在中央山脈上 中央山脈有一個環蓋 這個環蓋 把我們台灣分作 當兵跟西兵 兩兵 當兵是算界外 西半邊就算界內 這個界內就是 我們普通的普通行政區 這裏面發生的事情 還是歷史的文現 很多 如果是當兵 這種歷史文現 跟我們可以知道的事情 比較沒辦法 比較不簡單 所以你如果要處理清條的歷史的時候 大部分 開始立起 就一定會去遇到平埔族的歷史 一定會遇到 因為你所有的土地都是他的 你只要在西半部要開啃 任何一塊土地 你一定碰到他 所以你留下來的歷史文現 就相當的豐富 只是以前從來沒有把他們當成主體來看 我們現在換一個主體的時候 你就說 哇 他們的土地流失的流失 實在是有夠的可能比慘 這就好 你剛才說 這就是很大的一個 好像說歷史敘事點的移轉 以前是好像一個很 很進步的方向 漢人怎麼樣開啃 可是我主體更換的時候 是怎麼樣失落土地 失落母族 認同種種的 所以大家來看 其實這也是整個 好像說 你看我們 從這個主體來看 就是我們 整個來看台灣歷史 就是這個視角的轉移 我們以前在看的時候 也是用這個 中國史做中心 來看說 台灣的這個關係 但是台灣如果做主體的時候 就真的不一樣了 這也是一個 頭一點就是這個觀點 像老師剛剛在這一個概念的解說上面 可能大家可以想像說 現在要教這個東西 老師就要有一個觀點 跟主體在哪裡的概念 這就很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可以再來說 還會比較詳細 老師 人家說 平埔族消失了嘛 對不對 現在沒有平埔族 消失的平埔族 到哪裡去了 因為你在那裡 在那裡 聽說 剩13006人 對不對 你是那些嗎 我家裡有說這個 所謂 是不對 對 那是怎麼樣 這個做 怎麼消失 要去哪裡 我想說 第一點可以 我們可以了解 就是說 平埔族 不是這個做 他不是這個做 他怎麼好做 平埔族 我們現在平埔 平埔族 做個朋友 平埔 這就要用 法義說 比較清楚 叫平埔族群 因為他裡面 我們台北 有凱達格蘭族 對 伊蘭 有 格馬蘭 格馬蘭族 你不要坐在 格馬蘭客運 就知道 如果是 一個陶族苗 就有 道卡斯族 如果 跟中部 幾個 坐在那裡 你如果是 去台南 路西拉雅族 去屏東 就有 馬卡道族 所以 它是 很多族 綜合在一起 不過這些族 都住在 平埔的頂頭 平埔就是 平埔的意思 住在平埔的族群 所以叫做 平埔族群 所以 第二 平埔 不是一個族 住在平埔的 原住民 族群 可以說這樣嗎 平埔的原住民 裡面有很多族群 是一個 複数的概念 是 是 複数的概念 所以 這算是 調查 這個 原住民的 一個開端 因為老師剛才 有說到 西部的歷史 比較多 那條線 當邊的 是甚麼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全台灣 不管東部 還是西部 還是中間 中央三地 還是海峰 那個離島 我們都住有 原住民 是 這些原住民 因為住的 所在不一樣 他們的語言文化 不一樣 對 所以他們就混沌 很多族群 不過 在歷史的 發展上 漢人是從西部來的 因為台灣 海峽在西部 所以從這個地方 更當 福建的人 從西部 集團 就從西部開始開睡 開睡到山 這個地方 就被動了 對 因為你要再去山頂 的時候 你就就住在山頂 的原住民 喔 哎 啊 到這個時候的時候 政府說 不能再去 政府把你 照顧在那裡 所以 他在這個地方 把你蓋一條 很長 會那個 實際上 看得到的那種 硬體設施 叫做環改 或者是土牛界 有稍微離 還是牆的概念 對 他可以 是一個 概念 現在還有看見的遺跡 有啊 有啊 不是說 很多地方看得到 但是有些地方 洋媒啊 一些地方都有 而且已經被 文化部的文化資產 就是文資局已經指定為 是 那個 文化資產 是 文化資產的身份 好 好 我們大家有看過 給我們留言一下 還是有欺騙的 給我們網站稍微報一下 其他的人 給你一點時間 Google一下 看看這是什麼 你沒辦法注意到的事情 我們現在 說到漢人來開睡 洞的那裡 環改的 生病 對不對 我們休息一下 再回來看 下來了發生什麼事情 我今天覺得 說過很趣 好 來大家休息一下 報道全世界 鄧惠文 和你最快來開港 好 我們已經回來 台灣的歷史 這裡報道全世界 我是鄧惠文 今天來跟我們講過 講歷史 就是中央研究院的 台灣史研究所的老師 這是詹素娟老師 剛才我問老師 這是很外行的問題 因為我們真的是沒有讀過 這些東西 現在很少家長 唱我們的年會 看孩子在讀這個 跟孩子唱主來看 他剛剛說 我們怎麼都不知道 我們所生所長的地方 的一些過去 我看 我有學生說 我媽媽主把我唱去 父娘唱去 一直看 一直看 剛才說到 漢人從西邊來對不對 然後到這個山這裡 就擋住了 那遇到了這個中央山地 上面的這個環蓋 對不對 這個環蓋是政府 政府 政府 政府的意思就是 我們沒有再過期的意思 他就說你不能再過期 對 對 那下來咧 那一陣東邊是什麼 東邊也是原住民 對 其實這邊的原住民 因為他跟外界接觸的 那種的機會比較少 所以他保持 那種比較傳統的社會文化 所以他可以譬如說獵頭 這些行為比較常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所以一般的人不敢親自去山上 平地的這些原住民 因為他自數百年來 自大航海時代以來 17世紀以來 一直都有機會到外面的人接觸 互動 做行李 對 真的漢林也來他的部落裡面 去跟他們 那種的 計算 或是在他們那裡交換東西 所以他跟外面的人比較有接觸 對 這個差別就是說 一方面他住的地方 土地漢林 他 當時很想在的 另外是他跟外面比較有互動 所以 他們很快就進來 整個漢林的開運的過程中 他們跟漢林都形成很密切的互動 所以說可以說有種的融合就要生了嗎 對 當然也會計算 也會對方的威 或是一些關係的影響 不過 山頂因為 一方面是他們的領域感比較強 另外是 國家 他把這個所在動起來之後 意思就是說 你不能再立起 這不能再立起就是 譬如說漢林 平地 一些那種做亂的 做監犯科 什麼的 他就怕這些人會跑去山頂 他為了維持平地的資安 然後他就不讓你到山上去 這是一個統治的手法 對 所以 因為這個界線的存在 讓中央山地 依當的 當部的 原住民 他就有一個歷史的 喘息的空間 他可以保持他的 議員文化 在這個聖公某一種封閉性裡面 他雖然沒有跟外界 說說 這個交流 或者說 往一些新的元素去融合 但是他就保持了他們本來的 傳統 這是對中央山地的人來說 不是這樣 不過你如果對 當部 背地 阿米族 北南族 這邊的族來說 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們這邊的人 經常到外面有互動 喔 又過來就有互動 這邊的互動有一個 原住民的世界在那裡 因為我們台灣的東邊 有黑潮 黑潮流動的時候 由菲律賓 呂宋一直到綠島 蘭嶼 跟台灣的冬花 一直去到沖繩 就是琉球群島 一直可以去到日本 這整個沖 黑潮的流露 就讓沿線的原住民 都可以互相來來玩玩 喔 不過這個世界 跟各世民的世界 是兩個世界 不同的世界 是是是 不同的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可以想像 不是 就是 原住民 它裡面其實是 有不同的 歷史的路徑 是 一句話說得真 這樣是對 他說我看來 這個報告 你知道嗎 報告 你說得真對 國中來報告 我們這裡有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這是 2017年的時尊 行政院 有一個修正草案 是這個 原住民身份法 因為本來原住民身份 裡面好像 沒有平埔族 原住民的 這個身份別 這個修法 有說要增定 草案裡面要增定 平埔族原住民的 身份別 但是 這個事情 日本人的 裡面 草野沒有共識 對不對 然後 跟他們也還沒通過 對不對 據說說 平埔族群 覺得說 自己好像是 次等原住民 次等原住民 他是原住民 又是次等原住民 這個事情 老師你怎麼看 這個脈絡 來容趣 沒有 沒有 逐群在台灣的 這個 地位 很曖昧 因為 他很早期 到外面 到漢林 有接觸 有計算 醫院文化 都發生 發生 一種的 變化 對 所以 他 由於17世紀 到現在 到21世紀 這個時候 幾百年以來 所以 他的變化 很大 這個變化 給他 到現在 法定原住民 就是 我們一般 所知道的 阿美族 北南族 布農族 這些族群 他們的歷史路径 不一樣 就像 主持人剛才這樣說的 所以 他們在 他們自己的 社會文化 發展上 就走進去 兩個 不一樣的 風向 所以 北部 很睡的人 他 很長期的 時間 他到漢林 生活 到 不過 因為 古代的 台灣 都很歧視 我們的原住民 對 所以 他在 外面 人 生活 時 他 為了 不讓 人 看不去 他 他 去 掩藏 自己的 語言 文化 跟 身分 對 所以 我在 做 調查 時 常常 譬如說 我 有一邊 在 宜蘭 的 法官 去 遇到 一個 平保 的 阿嬤 我去 問 他的 歷史 我 問 可能 是 從哪裡 來 想說 要跟 他 交朋友 他 說 沒 過 之後 他 說 怎麼 扣出來 為什麼 這麼 急 因為 他說 他的 歷史 他說 阿嬤 什麼人 什麼人 這個 事情 都 對 人 說 他 說 連 他的 嚇 這個不跟林農 還不跟自己說 所以當然他的後代 也不知道自己是周先使跟原住民有關 所以過去台灣一般的人都想說 自己是炎黃子孫 其實未必健難 所以在這個時候 因為他發生這些人來問 要去說到他自己的背景的時候 他才會很激動 聽你說也覺得那種的感覺 實在是 阿嬤已經很老了 你如果沒去找他 就放在心肝裡一四人 所以就是因為北部在一般的生活上 他們的一般的認知跟認同是壓抑跟隱藏 所以一直要跟我們台灣解研一拗 本土意識開始出來的時候 開始北部的歷史 台湾的歷史開始有人研究 有人重視 開始有人去問他們 你啦 不是感覺我啦 很多人啦 開始就去關心 這個時候他們開始去意識說 原來我們也是原住民 這個經過三十年之後 他們就說這樣我們要回來做原住民 是 是 我其實我有機會問這個 吉他族的原住民 在說那時候我們就在說 現在對原住民這個心粉 會是一種關聯 我們好像說破除歧視 破除歧視 其實就是這個為歧視 很怕會破除的 那時候我會受訪的一個原住民 他就跟我說 他說 大家都覺得說 他們要去盛出原住民的這個心粉 就是為了口氣要加分 還是說有什麼補助 完全都沒辦法去思考 說你這個人動有多重要 他就說很多 像說嘉義的這個母親啊 還是算說像阿嬤啦 這種他們在傳承的時候 那種鼻胸 那個人覺得說 跟自己母親的血緣要隱藏 或甚至完全不知道的那種心情 所以有的人認為說 你就是假這個心粉 你就要加分 考試要加分 實在是對他們來說很無聊的啦 我聽到這樣的故事 我們讓大家再休息一下 我們今天說的題目 大家家裡有高中的學生 這集可以請你們家的孩子 稍微聽一下 看老師說的 他的學校的老師說的 有症到沒有 有跟詹老師說的這個進度不一樣 這集可以拿來補充一個老師 要先補充 我們今天說這個108課綱 用差不多一年了嘛 差不多一年了 人家說 國中的歷史新課綱是略古詳經啊 略古詳經的意思應該是說 到現在有關係的事情說得比較多 以前的事情 比較空的事情 比較縮小 有的人覺得之前有人把政治化 因為你要說多台灣史嘛 所以中國史的部分就給水了 說比較少 有人說這是去中國化 也有人在抗議啦 對不對 我不知道 有人問一個問題說 台灣史跟中國史的分野在哪裡 我覺得這沒什麼好分野嘛 台灣史 中國史 中國史 只是他們有過交會嘛 就是他們在歷史上有過交會 大家看法不一樣 我知道大家有意見 沒關係 來留言 大家有不一樣的看法 我們來看 老師你如何看這個部分 比如說在教學的時候 不要犯政治化 或不要說特別是哪一邊的政治立場 可是純粹一個歷史 歷史的精神 或我們學習歷史的一個 老師的專業的精神 你覺得在教學生的時候 這個課綱的比例或重點 你覺得比較理想的做法是什麼 我覺得這種所謂去中國化的批評 其實是一個很保守的歷史觀 那這個其實是誤解了課綱的精神 是怎麼說的 因為譬如說 其實很多人在說 這個中國史的知識會被縮水啦 被如何 其實他們說這些有的人 他不是在意歷史知識到底知道多少 老實說 我們所謂中國史的知識 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其實他本身可以好好地去反省 可以好好地去看 因為我們所謂中國史的知識 不是只能用教科書去形成 我們可能也有看電視 看電影 看修選 看戲劇 看三國演技嘛 我們現在在說三國 其實對歷史最知道的就是公道士啦 我老爸開玩笑 不是只有課本 我們其實教科書 從以前以來的教科書都很簡單 所以其實我們所謂中國史的知識 以及多元 然後多方面 長期去累積跟形成的 所以我們這個歷史知識 所謂知識究竟要怎麼樣去形成跟建構 這個問題 其實不是這麼批評的人所關心的 他們所關心的是說 他是因為認為說 讀中國史可以當中國人 你就覺得你是中國人 對 因為我想這個前提是一個地方 所以他煩惱的是說 如果沒有讀中國史 你就不想做中國人 對 是因為他煩惱這個 因為長期以來 我們的歷史副本 還是我們的歷史教育 就是一個中國民族主義 這個思維跟體系 在背後 在作用 所以他會覺得說 我們這樣的時候 我們這個民族教育好像就會失交 其實這是一種很政治化的看法 對 當然有人說 所以所謂偏差 就是說你就用台灣人 要讀台灣史來取代他 那不是就換湯不換藥嗎 也都是某種民族主義的思維 有的人會認為 這是一個互相取代的過程 但是這都誤會了克剛的精神 嗯哼 因為你是什麼人 不是本質的 他是 就是說我不是天生出來 我就是一個什麼人 我們是什麼人 是經過文化建構 文化的建構跟形塑的 是的 而且他也是活的 他還可以再改變的 對 所以 我們現在的克剛 相對於過去最大的不同 就他不是單一的 然後刻板的灌輸的 他其實是讓你有一個開放的議題 開放的空間 讓你可以去認知 可以去思考 可以去選擇 可以去決定 嗯哼哼哼 所以 就像 我們以前常常來講 啊 建山是山 建山不是山 建山又是山 他所講的 其實 您是心理學的醫師 你一定了解 這個人的 形塑的自我 所謂 認同的形塑 他其實是有一個過程 那 我們辛克剛的目的 其實就是要 把這種 僵硬的 單一的 然後 你不用去思考 為什麼 知 就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這種教育方式 去調整成 你不但要知其然 你還要知其所以然 然後你經過這個辯證的過程 經過你這樣子的一個探討跟回溯 你才能去決定我是什麼人 所以我是什麼人這件事 其實是一個形塑的過程 對 它不是本質性的 是 所以其實 這種才是我們現在 符印 這個現在的教育精神 跟一個 自由民主的社會 所需要的公民素養 是 其實公共素養 這個就 涵蓋老師剛剛說的這些部分 所以 我就更了解 基本主要裡面 是怎樣的片 這不是說 西元幾年到幾年 民國幾年到幾年 不是這樣 我們說 編年的方式 其實 我稍微淺薄的了解 就是說 比如說歷史 有編年的方式 有記傳的方式 那或者其實是 如果是用意義跟概念的方式 它是一個可能 你可以說是主題 或者說意義的這個過程 所以 我其實拿到這本書的時候 我一直在看說 好奇這是要怎麼寫 我們來跟大家介紹 老實這樣說 我們就了解 為了要教學生這種的 這種思考的素養 好 知道我們在歷史裡面 怎麼去看 例如一個事件啊 或一個演變 像剛剛我們就以平埔族為例 在講這中間的事情 大家就會想到很多的事情 那在想平埔族人 身份別的時候 你就不會覺得 那麼的簡單 你會選了很多的過程 他們為什麼 中間放棄 現在回來 這有很多的意義 所以這本書裡面 我看到的是這樣 跟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可以去買來看 第一章是 如何認識過去 那如何認識過去 在中間選的這個兩篇是 這個陳方明老師的 鄭成功跟師郎 這是 他這個思辨的內容 就是用這兩個人來做這個 台灣歷史人物評價的反思 再來這個 從琉球人 船難受害到牡丹舍事件 這家的老師這家的論文 都有一個這個思辨的這個 教育在裡頭 就是說 新材料跟多元詮釋 所以你對這裡就看到 歷史人物評價 怎麼樣這樣看那樣看 還有多元不同的角度 我想在這兩個示範裡面 就出來了嘛 他就不是 像我們以前 他就是鄭成功是怎樣的人 剋本給你寫好一段 你知道嗎 你剋起的時候 就是要copy那段 如果一日沒差 你分數就很高 你如果一日沒一樣 老師就是給你一個叉叉嘛 我記得是這樣 我們哪有去 對於歷史人物 有正反評價的思考能力 沒有嘛 你如果有不一樣的評價 你就是叉叉叉叉的評價 老師的評價就是一個叉叉 所以我說你怎麼在想 雖然你說 台灣的過去 不是只有鄭成功跟施朗 還不是只有這個 琉球人 船難受害 牡丹色事件 可是為什麼這個 這個課章的參考教材裡面 就選這兩篇 因為在這個事件裡面 如果學生在這裡面 可以體會到這一個事情 怎麼被討論 其實現在學生的學生 不是像我們以前說 全部的事情要放在課本裡面 他們都可以去上網去找資料 找到一個資料 你說危機嘛 然後什麼 也讓用這兩批 你老師怎麼在教 他用這個方法去想 去思辨 這樣就很不一樣的 我想這課章的精神 我覺得說應該 我們應該去成人的台灣史課程 成人 老師你剛才在做成人的台灣史課程 像我們有整個社區民眾的心理學課程 那應該有社區大學台灣史課程 社區大學很多台灣史的課程 對啊 對嗎 現在就流行走動式教學 是 還有帶你去看現場 說就是讓你聽 像那個大學有很多 都有解說師 這就是這個過程 我想說聽了 今天你在說這個 我覺得有一個很失憶的 就有感覺 poetic 失憶的過程 好像有一種情懷 對我們自己土地 跟所謂認同的情懷 大家有什麼感覺 我們網路給我們留言 好不 你有什麼 你要說一段你的歷史 還是說過 歡迎大家會一起來討論 我們休息一下 全世界 鄧惠文 和你最快來開講 好 這是報道全世界 今天在跟大家上歷史課 其實也不是上課 其實是在介紹這一個歷史的思維 老師其實你說得好像很輕鬆 你說的每一句話裡面的那種歷史學概念 都很親密 我覺得這段回去大家可以慢速度 再重播 你剛才說的那種素養 剛才來介紹這本書 課綱中的台灣史 陳鴻圖老師主編 我們今天詹樹娟老師 他在裡面是寫這個 平埔族身份認定跟變遷 這篇是用老師的文章 剛才我說這個 目次裡面頭一部分是如何認識過去 再來是誰是原住民族 再來是移民社會的形成 移民社會這是台灣歷史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移民社會的形成 再來貿易與經濟的發展 多元信仰跟祭祀活動 所以這裡面多元的信仰 但是你看這裡面算的這個論文 就不是說每一項信仰都跟你介紹一篇 不是這樣做 它是兩篇你看 長老教會在台灣傳教的處境 他用一個主題 這個好像說一個case study 一個例子 然後這個過程怎麼看這個 一個教 一種信仰在這邊他遇到的處境 那學生如果有學到他可以去思考 其他的宗教或他家裡面的宗教 那接著是台澎金馬如何成為一體 以及這個是最後一章 總共有七個部分是追求自治與民主的軌跡 這個你就會看到 什麼叫做強人威權黨國體制 跟戰後台灣的政治案件 這是像說文化協會農民組合 台灣農民運動 這些精英跟群眾的議題 這個議題到現在也是很重要 很關鍵 是 老師我們存一點時間 我們現在跳脫這本組 雖然出班社的人在那裡 人頭很多 我感覺出班社要出一本組 也是要很勇敢 對吧 不簡單 老師你覺得我們不是只有學生 我們所有的人要怎樣 來中心來食材我們這個土地的歷史 一般的我們聽眾 你自己在這個 親吟在這個裡面的思維 比較沒有在裡面的人 有這個歷史觀跟沒有這個歷史觀 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我想我們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做歷史學家 不過我們的教育裡面都有歷史 它有它的意義在裡面 就是說我們為什麼在這裡 我們現出是一個地方 我們有一個過期 我們對未來有一個展望 我們是這個很長的 時間之流中的一個點 對 所以要怎麼去意識這個點 我們不可以看我們現出的此時此刻 這樣可能你無法完全安頓自己的所在 我們要安頓自己的身心 可能就要知道過去 要去面對未來 老師你也可以說這個安頓 還說比較多的 沒有比較具體的 這個安頓的那種感覺 是怎樣 做安頓 因為對我們來說 對我們來說 為什麼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不是在這次的地方 我們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在這個時光中 我們有什麼疑惑 我們有什麼循環 我們這個圍地 我所謂安頓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圍地 怎樣讓我們自己知道 未來要為哪裡去 未來要為哪裡去 因為對台灣來說 這個現出是這個時間 可以說是 未來發展一個很重要的轉折 對 在這個轉折點心 你如何去回溯力速 讓你知道說 你是因為什麼樣的過程 才會變成今天自己的形態 不是只有我們的個人 包括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文化 為什麼是這個形 為什麼我們的議員 我們的一些文化 會變成這種 募集的形態 對 我們為了要知道這個 所以就是說 這個基本做一個人 在這個生活上的素養 讓我們想要知道 過去的 現在到未來的這個需求 這個需求 讓我們需要去投入數 對 這是說 歷史有時候用 論文的方式寫給你 有時候用 故事的方式寫給你 其實有時候 你走去過頭 你去什麼所在所看 所有的 現你眼睛看的 對面 其實它都背後 有一個過期在那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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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知道越親 你的感情 你的認同 就會越親 我們做一個台灣人 總是說 要先了解自己的土地 了解這個土地的歷史 這裡有辦法去意識 自己做一個台灣人的意義 意義 什麼地方 這裡有辦法說 親一步去說 所謂的認同 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對 所以 不是為了要做歷史學家 才讀台灣書 是 是要為了做一個台灣人 所以我們來讀台灣書 是 那也說這個過程 我們哪有這個認知 跟老師說 我們現在站在哪一個點 我們從哪裡 我覺得這個 我從哪裡來很重要 我如何到這裡 沒有你沒辦法想說 我要堅持什麼 我要往哪裡去 但是這個 這點到底 你是站的 怎麼的點 你怎麼看 是可以 很多元的 並不是說 我們現在大家 認識我們台灣歷史 大家想的這個方向就是一樣 但是 人家有這個情話 這個文化和歷史的意識 可能我們來 這個團體來討論 來時 就不是只有意識之爭 譬如說 我們未來要怎樣 就像有之前說 大家說 是 如果有 像有網路的人 有人說 是台灣人就應該要挺川普 這我就看到大家在討論 為什麼台灣人就應該要挺川普 你是對哪一個層面來看 你如果 你覺得說 大部分的人是 沒辦法 說出一個 所以然 說我為什麼挺川普 還是我為什麼不挺川普 那就是覺得說 你就 沒有那種背景 去思考台灣的價值是什麼 我們過去為什麼 這中間有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你現在 去台什麼 你寄託的 在美國大選上面 什麼事情 就變口水戰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我以前有 不知道這課工 慢慢改變到現在 下一代會不會改變 不知道 我很樂觀 我很樂觀 你很樂觀 是 因為我看現在的年輕人 跟過去 我們那個時代的年輕人 是很不一樣的 我覺得他們 如果是有表現一些 對這種公共事務 的關心的時候 他們有時候 令人驚豔 他們的思考是 他們知道 也有習慣去做思辨 他們也可以 比較知道說 不一樣的立場 所以有什麼 每次人說選去 還是有什麼 政治的 這個議題的時候 你會看到 有些比較年輕的 他們說 厭倦了 藍綠之爭 而不要藍綠 就是所有的答案 他們有些說 拿出事實 跟道理來講的 這種的關心 所以老師 老師說 樂觀 我們就替老師樂觀 大家當時來樂觀 當時來樂觀 我剛剛說 其實老師剛才說 那個阿嬤的故事 我剛剛也很有意思 其實 大家也可以 如果有機會的時候 可以這樣 雖然我們不是歷史學家 也是可以對出來的老人 就訪問一下 他們怎麼去思考 理解這些 我剛剛有時候很趣 像我聽阿嬤說 他理解的事情 有時候跟你 在課本上面看的 沒什麼一樣 但是我阿嬤就很堅持 你去問出兵 你去出兵 那個姨媽 我們大家都是看到這樣 那也是形成一種 文化裡面的 一種認知 大家可以從這裡去尋根 也一起走向我們的未來 好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 詹素娟老師 給我們這麼豐富的內容 我們介紹的 這本書是課綱中的台灣史 陪你家的高中生 好好的讀一讀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 大家可以 謝謝大家